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主张港独参选香港立法委员的民族党的候选人陈浩天 接获选举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认定他支持及推动港独的立场违反基本法 其参选资格无效 陈浩天成为本土派中首位被禁参选的人士 也是回归以来首次有参选人被指违反基本法而导致提名无效 下面我们就连线民主党提名的参选人刘慧卿女士 谈他本人以及香港泛民主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我们知道港独人士陈浩天 他被剥夺参选资格 那么您本人怎么看待这件事 香港泛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统一的立场呢 我们全部都是不同意政府这样做的 我们觉得这个决定是没有法律的基础的 所以他这样做了我们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我觉得让他参加选举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都不明白也不认同为什么政府要做出这个决定 好的 那么选举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认为 香港属于中国明文写进了基本法 而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法的地位 所以要求参选人不得违宪 或者不承认基本法是审查参选资格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么您如何看待港府的这种立场呢 陈女士 如果你看基本法呢 第23条呢 是写得清楚的 就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呢 应该执行立法 不容许分裂国家的行为 但是现在呢 香港还没有做那个23条立法 所以呢 现在没有本地的法律去阻止分裂国家 你可以说如果他要搞香港独立 就是分裂国家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 所以呢 他们是应该尊重香港的法律 来做事 不是要让那个选举主任 做出一次决定 原来都没有法律的基础的 所以我们觉得政策非常遗憾 当然呢 这个事实可能最终闹受法庭呢 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呢 都是不让参加选举 如果是哪个政策非常非常错 好的 那么陈浩天 这位港独人士他本人认为呢 剥夺他的参选资格是政治审查 违反言论自由 那么刘慧晴女士您同意他的说法 我们同意 我们就同意的 这个审查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主张 就不让他参选呢 这个是完全不应该的 而且我们相信呢 主要都是北京 对香港政府加那个压力 所以政府就跟听了北京的指令去做 这个也是很遗憾的 因为他们是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如果觉得事实不应该做 他们就应该告诉北京了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您本人以及香港泛民主派 对于陈浩天主张的港独理念 持什么立场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 我们的泛民主派 我们在立法会合作的一些人 我们都是不赞成港独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立场 其他人赞成 他是应该有自由去表达了 好 我们感谢刘慧晴女士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